《海报》相当于是电影的第一张演 一般来说 第一眼首先看到的是这个电影的海报 能不能打动它 所以它能不能记住喜欢和记住这张海报 那才能够去关注这个电影 因为我们既然做电影海报 那我们肯定是喜欢和热爱电影的 今年我43岁 也是我入行26年 因为我是从小看电影长大 我想把所有的演员和我喜欢的歌手都见到 真人那是我最大的梦想 后来我才进到这个圈子里做摄影 后来觉得你拍东西 你怎么能够让它更做成一种 流传比较久的艺术品 就是海报制作 朱夏是我们三年前第一套的 中国风海报的 在海报制作这条路上 其实是很艰难的 就是说并不是说你有了一个不错的案例 你就能够如履平地 电影的一个海报的提案 它是分A B两个过程的 一般痛苦和特别痛苦 一般痛苦就是说 这个电影导演已经拍完了 那我们能够知道这个片子是讲什么的 这样张震和杨幂的剧照来做的 剧照其实背景 这样我们知道导演的构思和想法了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466之后 构思 找参考图 提交来要小样做第一稿 然后再去给导演看 这是比较一般痛苦的过程 特别痛苦的过程就是说 导演这个片子没有拍完 或者是说还没有开机 只是给我们一个剧本 或者是没有剧本的情况下 让我们去正常发挥 近期最痛苦的就是我们做了 新的蜘蛛侠英雄远征的海报 这个片子之前也没有给我们看 我们得到的所有的信息 都是从网上 看仅有了几个官方发布的预告片 还有从国外各大网站上去找 看有没有更新的那些散碎的 来去超现实发挥 其实我们公司为什么想 多接触海外电影 就是想一个是不断提高自己 一个就是说让世界认识中国 知道我们中国设计师也能做 国际类的海报了 最早很多年前至少五年以前 好莱坞的电影引进到中国来 是没有机会 或者是不允许让中国团队来做海报的 通常的情况就是把英文logo去掉 换上中文的片名 直接用就可以了 我们发现这一点情况之后 肯定是想把它拿下 让我们做出很多的想法提案和创意 一层层的去送人去等待回复 最终征服北美的制片人 让他们去认识我们 了解我们和喜欢我们 因为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电影市场 很多好莱坞电影到中国来 因为很多的营销策略和真的中国观众不同的审美 情趣和品味 它肯定要做不同的套餐 所以我们的中国风海报正好是国外没有的 就像我们四年前做的公共熊猫三的中国风海报 当时因为接近中国的春节 所以说里面用了皮影 剪纸 好多的中国元素 正好配合中国春节的这些节日的气氛 而且还有很多小孩子喜欢的元素 主打的是中国儿童的观众 去年我们年底的有一个案例是毒液 因为当时片方打电话来了 说我们先要做中国风海报 你怎么去做 我想吴淼勇 我说水墨 因为毒液 首先它是一个身体液化这种 而用中国的水墨处理会更有意见 所以果然做出来之后 大家都很喜欢 第一眼 最大的成功 我们这三年确实是做了有二十多步吧 我也没想到会取得这么大的进展 因为我作为公司的创始人 我的目的就是说把中国的海报的制作水平提高到世界级别 虽然我每天也就是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但是我觉得一想到这一点 有不同的挑战了 有不同的新的案例案子进来了 那就没有任何的困意和睡意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不断学习 做出更好的东西来 吃很多的苦 也是很值得的 你每的东西 你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